您好,我是来自双溪毛诺医院的药剂师。 我想为您解释有关您的一种药物,名为The Bigotry或是Prodopsa。 什么是The Bigotry? The Bigotry是一种清血药物,它可以防止现有的血块变大和新血块的形成。 它只会降低血液凝结的风险,而不会吸解现有的血块。 为什么必须吃The Bigotry? 若您有以下任何病状,您都必须开始服用The Bigotry。 1.防止因不规则心跳引起的中风。 2.治疗或预防腿部静脉中的血淋快。 3.治疗或预防肺部静脉中的血块。 药物监测 您需要定时地进行血液检查,以确保您的肾脏和肝脏功能良好。 请依据指定的日期到诊所或医院护诊。 如何服用The Bigotry? 照片中可见这药物类型以及此药物的两种剂量。 在左边的是110毫克的剂量,而在右边的是150毫克的剂量。 您所需的剂量将会有主治医生为您选择。 每天服用两次,每次一颗时隔12小时一次。 尽量每天在同一时间服药。 每一次从包装中只取出一颗胶囊。 请如图所见,依照箭头指示撕开包装。 请物打开或压碎胶囊。 The Bigotry只能服用清水来吞服。 此药物可在饭前或饭后服用。 如果错过服药时间该怎么办? 如果您不小心错过了该药物的服用时间,一旦想起,请立即服用。 若已超过原定服药时间6小时,请省略该剂量。 然后再下一次服药时照常服用一颗,千万不要补回以省略的剂量。 请物在未咨询医生的情况下自行加倍剂量,更改剂量或停止服用此药物。 应该如何储存The Bigotry? 请将您的药物存放在阴凉干燥处,避免阳光直射。 此外,请将您的药物存放在已提供的原包装中。 请物取出胶囊并将其存放在另一个容器或药盒中。 如果护露在湿气中,药物的功能将会被破坏。 治疗时间。 治疗时间为3-6个月或需更长时间,取决于您的病情。 若为经医生指导,请物自行停止服用这药物。 服用The Bigotry有哪些注意事项? 如果您遇到以下任何症状,请与医生联系。 出血迹象。 瘀伤。 牙龈或鼻子出血物质。 血痰或血尿。 排泄物转黑色或红色。 肾脏走态的迹象。 体重突然增加。 脚浮肿。 作呕和舞步。 皮肤发痒。 消化系统副作用。 胃灼热。 腹痛。 胃酸倒流。 服用The Bigotry会使您可能更容易流血。 建议使用软毛牙刷或小心使用剃须刀以防受伤流血。 如果您需要进行手术或牙科治疗,请告诉您的医生或牙医您正在服用The Bigotry药物。 也许医生会建议停止使用这药物以防止大量出血。 但若未经医生指导,请勿自行停止服用药物。 由于The Bigotry与酒精的相互作用会导致出血。 因此治疗期间请勿喝酒。 感谢观看